政府新田科技城發展大綱 引用直接批地申請發展 目標明顯指向國際龍頭企業和獨角秀 希望以此將資金、技術和人才一併吸引 申請直接批地發展其實有先例 迪士尼樂園、機場和碼頭等等都有採用 最重要是有透明度 各位觀眾 歡迎收看時代播解 政府最近公佈新田科技城 接二連三政府有很多關創科的藍圖和發展大綱公佈 兩者、三者之間的關係如何 對香港科學家的發展有甚麼幫助呢 我們如何參與呢 請嘉賓跟我們談談 我們今天是嘉賓 香港青年科學院院長 岑浩章院長 陳先生 你好 陳院長 第一次聊天 第一次見面 是 給我們一分鐘時間廣告 跟我們介紹一下香港青年科學院是怎樣的規模 是怎樣的歷史呢 好 其實香港青年科學院是香港科學院之下的分佈 我們就在2018年那裏成立 我們希望匯聚很多青年的科學家 我們的會員都是來自香港的大學 都在大學裏面做科研的精英 我們現在就有超過50位的成員 我們的定位就希望可以一起去透過匯聚一班青年科學家 一方面可能在科學普及化那裏去多些做工作 譬如我們可以和一些中學生 甚至小學生 亦都和一些教師去分享一些最新的科研的題目 希望可以在做研究的科學家裏面 直接告訴一些中小學生 教師 他們這些科技是甚麼來的 和甚麼相關 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我們亦都希望透過我們一個青年科學院 譬如可以和一些工業界等等去合作 看看會不會有一些科技 科學的問題 我們在大學的實驗室裏面解答完之後 可以盡早去和工業界對接 這是另一個目的 另外第三個就是我們近年都越來越多 可能政府有時會有很多新的措施會推出 我們很多時候都有機會和一些官員 或者和一些譬如施政報告之前的一些諮詢會 去分享一些我們青年科學家 一些具體面對的問題 以及我們對一些可能政策的一些期盼 而另一方面我們亦都會透過一個組織 希望令到我們科學家之間 可以增進我們的交流和友誼 從而去促進大家之間的合作 亦都希望可以促進我們科學家之間 和香港以外 譬如內地或者海外的一些科學界的交流 我們希望亦都可以聚集一起的力量 亦都可以互相激發 亦都可以增強我們的聯繫 是 有資格當你們的成員的話 他有沒有一個界線 如何才稱之為科學家 青年就不用說了 是 我是沒有份的 青年人的話 我是老年 青年這個不用說了 科學家有甚麼定義去畫一條界的呢 你這個問題問得非常適合 可能很多人都感興趣 第一方面就是我們其實分兩個階段 我們第一屆剛剛成立的時候 因為都是始創的一些會員 即是創會的會員 是的 當時可能透過大學的一些推薦 有個委員會 當時就是香港科學院的院長 徐立茲教授 在當中亦都協調 就從那些被推薦的人裡面 就選出一些始創的會員出來 之後成立了幾年之後 我們每屆一到兩年之間 亦都開始會去準備招收一些新的會員 我們剛才年齡那裡 我們入會的時候 希望都是45歲或者以下 然後再上了就不合格了 另外我們入會的時候 可能要一些現界的會員的推薦 亦都我們推薦完之後 所有會員都會去投票 我們要超過一半的會員 都覺得這位被推薦人 被提名人是合適的 這樣才入會 所以其實我們的門檻也挺高的 是的 總之參加的科學家固形青年 聽你這麼說 這個會本身很青年 很年輕 沒錯 18年才成立幾年 時間的 即是剛剛才起步 應該這樣說 是的 剛剛趕上現在香港的創科起飛 可能真的值得我們去談的 就很多了 對吧 我們今天把話題收窄一點 最近新鮮的創科話題 就是新田科技城 是 那麼很多人就說 為什麼要說十年創新科技發展藍圖 等一下又說北部都會區發展大江 河套科技園之類 又多一個新田科技城 其實可能是說同一件事 對吧 即是北部都會區 裡面有一個新田科技城 新田科技城其實包了 我理解 三百公頃 是包了不到一百公頃的 一個河套科技園 就包了下去 那麼多藍圖 放在這麼年輕的科學院前 即你們的想法是怎樣 其實我覺得過去幾年 香港的科學家 尤其是青年科學家 是真的受到很大的鼓舞 還有看到很多的機會 因為我想以往 大家可能我們做科學 做完之後 有一個很好的成果 我們打算發表論文 可能已經是一個很高的成就 也真的 但可能現在我們看到 有這麼多這些機會 還有一些比較長遠的規劃 我們可以去想想 我們做完這個科學發明 做完這個科學的發現之後 下一步可以怎樣 以往可能我們有時 就會限制了我們思考 就算我想做下去 可能未必有這樣的資金的資助 更加不會想到土地的資助 因為香港大家都知道 土地是很難得的 但現在可能政府 可以提出這些發展的藍圖 以及提出這些用地上 即連用地都可以有個希望的時候 就會令到我們科學家 可以想的東西 是比較再長遠一些 因為科學要去做一些最深科技 最硬科技要去轉化 其實這個過程要很長 而需要當中的人力物力 和耐性也都要非常高 如果我們看到政府 都願意去指明一個這樣的方向 一個長遠的規劃的話 其實反而是可以刺激到 以及激勵到青年科學家 去規劃一個更加長遠的未來 我覺得這個對科學家本身的事業 以及對於整個香港的發展都很重要 說到地 即是新田科技城出來之後 所有的議論就集中一個字 就是地 特別它現在是批准用這個 直接申請撥地來發展的 其實香港有先例的 地士尼樂園 機場 貨櫃碼頭等等 都是這樣做的 包括濕地公園 都是政府 即是不經過投標 不用要勁投 就拿出來 這件事 政府所說的 是說十公頃到二十公頃 青年科學家在這裡可以參與 如何參與呢 即是我們參與 我所知道 聽說目標想針對那些獨角獸 以及那些龍頭企業 會不會我們的機會就在那裡 在那些龍頭企業 跟那些結合參與 或者是獨角獸 就不是直接跟地發生關係呢 會不會是這樣 其實我想 青年科學家來說 這個當然剛才提到 可能如果看到這樣的用地 這樣的藍圖 是可以擴闊我們的眼光 但是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尤其是我們觀察我們的會員 其實主要都是集中的時間 在做過科研本身 因為科研本身其實已經很吃力了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去到產業化那個 我們很願意 也有一些我們的學生 或者會員會自己下去做 但其實都很需要跟一些相關的商業團隊 怎樣去策劃 因為我們經常都很擔心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青年科學家 我們看到那麼多的機會 但是如果我們又要去籌集資金 又要甚至乎去找地 又要甚至乎去想起整個商業化過程 反而我們放在我們最擅長的科研方面 時間會減少了 所以我想剛才你提到的問題 都是非常之好的 我想科學家會非常之歡迎 如果香港有多些大型的企業 或者其他產業已經來到香港 我們會多了很多合作的機會 亦都可以我們真的看看 譬如現在具體在這個應用層面上面 面對最難的要解決的科學的難題是甚麼 我們可以對焦那個去出力 但是你說可能我們青年科學家 直接參與 我自己的感覺是 大家都採取一個比較審慎的態度 因為始終那個是一個 不是我們最擅長的事情 不只是擅長的問題 我們可能沒有這個能力 不是這個角度 譬如說一般人說 創新科技是四大元素 人才、資金、技術和政策 技術可能包括資訊 政策就不是我們說的 是吧 我們可以提議 不過這是政府的事 是 資金是一些投資者的事 是吧 但是人才、技術和資訊 就是我們的事 是吧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去 作出我們的貢獻 問題來了 任何人說起科技發展、大學 我都問同樣問題 我又要問你了 即是 香港的大學、香港的大學 歷來是享譽成名的 地位很高的 不過它產出的是論文 以及著作學術的研究 正如你也提到 一到產業 就要說那四件事 我們沒有那四件事 我們都是在這裡 我們是吃腦 那怎樣可以令到 走向產業霸 可以成功呢 所以其實大家的感覺就是 可能現在香港的歷來 一直以來都集中在基礎研究 是做得很強 這是真的 亦有很多很好的論文等等 其實但是要將這些 這麼好的一些題材 要它可以落地 可以幫助到普羅大眾 需要一套機制 需要一個生態系統 就不是說只是可能大學 或者甚至乎教授出力 就已經足夠 那因為你這些這樣的技術 我們要去譬如出了一篇論文 是有一個很突破性的發現 那可能要靠一個商業的團隊 找出一個方案 就是我一個 怎樣可以有一個好的商業計劃 是令到這個好的技術 是應用在最好的應用上面 那可以呢 你剛才提到投資者 那可能可以幫助找到資金 然後令這件事繼續走下去 這是一個比較長的過程 而以往感覺上 香港的支援在這方面 是比較少的 所以現在越來越多的時候 其實這個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們就有時候 譬如剛才提到我們青年科學院 都會嘗試去分享一些我們的看法 給政府、普羅大眾聽 看看怎樣可以幫助 去構建這個生態系統 去促進這件事 但是我看到 是有希望的 你會慢慢看到 其實現在 開始有些教授做的科技 是可以去到市場 任會茶 我們回來繼續聊天 好,謝謝 謝謝 歡迎繼續收看《時事大報解》 我們今天的嘉賓 是香港青年科學院院長 岑浩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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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提到我們的研究 難能可貴的研究 如何產出 變成出了市場 變成產業化的問題 這個問題 很多人都會擔心 就是香港的大學 在這方面 要轉型 正如剛剛說 不只是腦袋轉型的問題 學校的 行政的架構 整個文化 氣氛 資源調撥 都不同 是吧 我聽別人說的 就是 中文大學的教授 順利說出來 以前 有些好的發明出來 沒有什麼人偷 難得有一個商家 來說 我想投資這件事 我學校都是 投資 這樣嗎? 好吧 看看誰 去吧 幫幫忙 即不成為一件 一個制度 現在可能就 好 大家都去做 即 現在未有這個 即整個機器未轉過來 所以 我把問題縮短一點 就是 剛才你說的 喝茶前說的 那個變化 究竟是 投資者來找你們 還是應該 你們去 擺地攤 去賣給他 其實我覺得 兩者都需要 其實我們做科研的時候 有時候 可能是科學 帶領先 可能是真的有一個科學的發現 其實發現了之後 先去找個用處 可能這個就是我們要發現了 甚至乎申請專利 去看看有沒有哪些應用層面 是可以對的 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其實也都要去加速轉化和商品化 可能在科研項目開始之前 或者開始緊的時候 已經開始接觸 就令到那個用家 或者最終可以去受惠的那個應用 是可以早些去介入研究的那個範圍裡面 就可以更加聚焦 譬如我自己做很多在一些工程方面 或者微流控液體流動的方面技術 其實屬於一個工程方面的技術平台 可以應用在不同的層面都可以 但是你如果要問我應該應用在哪一個層面 我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那個未必是最符合市場的要求 如果可以早些的時候 有個市場的參與 可能我技術都是一樣的 但是可能市場告訴我 你應用在這個範疇裡面 譬如在藥上面 可能效果是最大 最有機會成功的 這個也是需要的 所以我覺得不是說之前還是之後 其實可能兩者都需要 也都取決於那個研究項目本身的性質 即是投資者和那個發明者 其實都是一個互相配對 對於一個配對過程 也都不計較誰主動去追誰 總之拍拖拖就行了 沒錯 是不是這個意思 對 所以剛才我們也提到 我們青年科學院都會舉辦一些活動 令到我們青年的學者和工業界 或者青年工業家 是可以有一個互相認識 可能工業界如果他願意的 可以分享一些他們面對的痛點給我們聽 我們科學家也可以告訴他 我們現在最近在做哪些技術 你會不會有機會應用到 或者你可以有一些想法告訴他 如果我們把這個技術 放在哪些範疇裡面 是會有最大的幫助呢 這個也很重要 現在會不會是 譬如說最起碼的科學家做研發 是投入這個 比我們叫做科技城也好 叫做科技餘就好 可能首先不是要一個廠 首先不是要一個地 可能要一個辦公室 或者要一個實驗室 從這裡開始 如果有一個科學家 譬如岑院長 你有一個發明 你已經跟Google 跟Tesla已經掛勾了 那你不需要去想 我要一個辦公室 我是怎樣 我就跟著Tesla 我就去新田科技城 要搭地來發展 那你就在其中了 現在是不是都是前面那種 主要 都是我們從小開始 從我們自己身邊 自己的本行做起呢 那就去到 應該是進去實驗室 去河套 去大埔 去數碼廣線 是不是這樣 這個亦都跟香港 一直以來的產業的 可能過去二、三十年的 產業的組成是相關的 我們很多的教授 他如果甚至想找回 跟自己研究相關的產業 其實很多時候 在香港未必那麼容易找到 一直以來 所以冷門一點 對 因為可能香港工業 產業那個 並不是最主要 而可能很多科學家 或者很多教授 在做一些比較前沿的研究 那個其實距離工業界 也有些距離 變成兩者 很多時候是科學家 有科學家 去做一些很重大的發現 但是產業界 他們是在解決另一些 可能實質上 每天去面對的問題 所以剛才提到 如果大家可以 有多些交流的機會 然後找出中間 有哪些環節 是欠缺了 譬如你說科學家 有個發明 有個技術 已經是證實了是可以的 如果要邁向 產業化 中間 譬如是需要些什麼 是否需要一些專利上的 怎樣去提醒 去指導去開發 或者會不會是要得到 某一些審批 某一些 譬如生物醫學上 藥上的 可能有很多要得到審批 才可以做 另外可能更加普遍的 就是究竟那個商業化的模式 是怎樣 我做到這件事 但我應該去賣的是 賣一個服務 還是賣一台機 如果我們要製造這台機 可能我們在實驗室裡 已經做得很好 用實驗的方式 但是要去大批量生產 可能當中也需要一個 另外一個模式 我相信如果大家 多些溝通 這些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最簡單就是 我們讀中學的時候 這些叫做實驗室製法 拿去我叫做工業製法 成本差很遠 這條數 怎樣才可以 所以不會虧本 不會消錢 這就是投資者去想 就是這個意思 是 我不介意問 既然你是院長 你一定是科學家 是嗎 你是哪方面的專才 我其實現在是 我本身就是機械工程系 但我的研究 主要是應用在生物醫學方面 生物醫學方面 生物醫學方面 對了 有這麼多種的門 有很多門 香港現在我們 會不會生物 藥物 就是藥 醫藥等等這方面 這方面的門 最容易打開 我又會覺得 未必是 還是用容易這個字去說 是否容易 因為其實 是不容易的 一方面 因為 為什麼不容易呢 因為如果要做生物醫學 那些 譬如你做一些 其他的一些 消費者用的產品 你可能要去應付的那些 譬如一些臨床的測試 動物測試 那些就未必需要 但生物醫學 你用在人體上面那些 其實要求特別高 所以這一方面 就不是說容易的 但是 亦都這是每一個人 都去面對的切身的問題 是 病啊 或者老年化等等 那些 所以 這個組一個不能忽略 亦都一定要去做的問題 我們做科學家 我自己一個 一直以來的看法 還有 可能老師教我 教學生也是 就是 我們要去選一些 大的問題 最有影響力的問題 亦都很多時候要選一些問題 這個問題本身 是 不會完全解決到的 譬如你 健康 衰老 那些問題 我相信 就很難說 解決完之後 就沒有問題出現 只不過我們不停 去研究當中 去學習更多 亦都開發更多 新的技術的時候 就可以令我們看到一些 新的方向 亦都可以有更加多的 新的潛力 這樣而已 我說容易 是在說 在市場上 會容易 就是 被採納 被爭取 相對其他的 專長來講 生化 醫藥這方面來講 我講香港 是 會不會是真的相對 是比較搶手 比較吸引一些 我想香港的優勢 是我們的 醫療 用優勢 這個詞 比我用容易 一點都不容易 我想香港的優勢 就是醫療 是很強的 還有醫生 各方面 也是很高質素 所以這一方面 令到大家的信心 和認可 會比較高一些 所以如果我們 在科學方面 去做出 真是有些 實在的優點 譬如你這個 譬如你說做檢測 你真是快過人的 你真是便宜過人的 你真是準過人的 那你是很 數據化 可以顯示出來 那就希望可以 容易些 游說到一些 投資者 那當然 要 是不是真的商業化 是最 最有優勢呢 那些真的要靠 一些投資者 商家去決定 因為可能有時問我們科學家 我們說 你剛才也提到 可能我們就會說 這個真的 功能上好很多 但可能工業家 商界就說 但你這個貴很多 我們要用一個 全新的製造模式 所以 有時是一些 這樣的問題 令到那個 新的科技 需要一個 比較 創新的思維 才可以落地 如果從 香港角度 或者政府宏觀角度 是 貴不貴 可能不是問題 就是 量度 哪一件事最成功 最值得優先做 其實是看 它增長GDP有多少 整個香港 因為這個項目 可以 整個香港的力量 可以增強多少 經濟上可以增長多少 是 有多少人獲益 是吧 相對來說 難貴不貴 都不重要 是吧 你說 上太空 是德國基的太空人 是吧 那就夠難了 但是夠貴 夠消錢 是吧 但那些 顯示你國家的GDP 所以變成 所以我說的 生化醫藥 這件事 可能是 首先 衝出重圍 走出來的第一波 又真的 可能你說 有一方面 如果一個人病了 或者很不舒服 他可能真的願意 去給多些錢 希望可以得到去醫治 這個可能是一些高端一些 一些可能是成本高一些的 一些醫療方案 都有機會有人接納 當然我們都不能夠忽略普羅大眾 也都需要有很多一些醫療的方案 是很普及化的 價錢很大眾化 去促進大家 那些 那些 也都要考慮到價錢 不能夠不考慮價錢 今天很高興和院長聊天 很有意思 試試大波解 下回分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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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